大家好 欢迎回到视野环球财经 我是RINO 现在是美东时间21年2月23号 周二晚上的7点钟 今天这个盘面走的是惊心动魄 盘中的时候指数这边最大的跌幅 都是达到了2-3个点之多 但是在盘尾的时候 整个的指数被拉起来 标普和道指这边反而收了一个绿盘 所以今天市场整个的情绪是非常复杂的 尽管指数尾盘被拉起来 但是我相信大多数的朋友 都逃不过以下的三种情况 第一种是你没有做任何的保护措施 买的股票跌幅是比较大的 尾盘的反弹你的反弹幅度又不行 然后收盘的时候仍旧是大幅下跌的 第二种情况是你设置了止盈和止损的股票 然后盘中的时候被打掉止盈止损 但是尾盘拉起来之后超过了你的止盈止损价格 你觉得非常的可惜 觉得是不是我卖早了呀卖亏了呀 第三种情况就是 你在今天这个低点附近去抄底了 然后尾盘一拉升账面浮营 你就觉得特别的开心 我相信今天大部分的朋友都是这三种情况 其实这三种情况 我们都要回到一个最简单的问题上来 就是这个下跌结束了吗 因为下跌是否结束 直接关系到你今天的动作 它是不是一个有效动作 我给大家简单的去画个图 打个比方 现在我们说行情在上涨进入高点 然后回调 回调之后回调结束 那么继续创新高 如果是这种走势 你在低点抄底或者在反弹过程中买入的 OK 那么你当然是一个多头大胜的格局 因为你买对了大的一个趋势方向 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第二种情况是 到顶部回调之后 小反弹 然后再次跌破了前期低点 你在这个地方的抄底和在反弹过程中的抄底 都是抄到了半山腰 因为行情现在走势是这样的 所以现在我们以一天的触底反弹 是没有办法去判断整个结构上 现在你的动作在今天你到底是正确还是不正确的 这个是大家对于趋势上的一个理解和把握 因为毕竟除非你是做日内的 对吧 你做日内行情 你说我今天抄了个底 然后反弹完了以后 尾判我就卖掉了 那你可以 那你今天是大胜 但是如果你是想较长时间的去持有的 这一天的股价的变化 你是没有办法去看待 或者是没有办法去确定 你今天的动作在趋势上是不是一个正确的做法 OK 那么咱们应该怎么去看待这个问题呢 所以我们要去知道行情到底有没有止跌 你必须要去从趋势上去把握这个问题 那么我就必须要问大家三个问题 这三个问题同样我会给出三个答案来 首先是第一个问题是 你要知道下跌结面结束 你要了解或者心里要有个预判 就是在未来的一两年里边 整个的经济周期基本面 股市是不是还是继续支持它大涨特涨 大方向是不是还会继续涨 还是说基本面上这边 没有什么太多利好的消息 股市要回调或者平稳的运行 对吧 这是两个不同的方向 OK 那么我说一下我的看法 这一次的疫情大家知道 整个的全球的很多国家的央行是在大放水的 那么美联储目前维持着一个1200亿的规模 没有增加也没有减少 那么增量是比较平稳的 究极法案出来之后 3月份大概是上限的是1.9万亿 可能会比这个少一点 但也可能就是1.9万亿 现在还不清楚 那么后面到底还有没有新的究极法案 谁都不知道 所以我认为新的这个究极法案出来之后 在它之后的半年之内 再享有其他的究极是比较够呛的 所以暂时的水只有这么多 市场如果要上涨 必须有增量资金进来 现在居民的储蓄率确实很高 但如果他们都能进来 当然能给市场带来很大的一个增量了 能够多个几万亿 但是我们说老百姓他的钱也需要消费 要买车 要买房 疫情好转之后他还得旅游 他不可能把所有的钱都拿来炒股 所以增量是有限的 你更别说现在的股市相对来讲还是比较的高的 大家其实都在等着抄底 真正的想在顶部去追的朋友 其实不是特别的多 而且加上疫情好转之后经济复苏 缩表和加息的预期 在未来的两年会更加的强烈 那么股市要增长 要更多的要回到企业的一个 基本的业绩增长面上 股市可以平稳增长 但是期待暴涨可能性不高 如果企业的业绩增长放缓 而且放缓的速度还超出了预期 那么市场还有下滑的可能性 所以我的结论是在未来的一年 股市肯定要走相对比较平稳的路子 不可能像2020年那种暴涨 所以这一点就回到了 大家对于个股和盘面的看待和选择上 如果你挑选的是业绩增长比较平稳 或者增长预期较强烈的股票 我认为这样的股票你拿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因为即便是下跌 它的跌幅也是相对较少的 毕竟它的增长预期比较明朗 那么如果要涨 我相信这样的股票也是市场上 跑的最快的一些股票 或者是曾经是亏损的 但是由于增长预期比较明朗 马上就要扭盔为盈的这些股票 对吧 这个也是你将来可以去布局的一些路子 这是对于个股和大的一个方向上 大家应该这么去看待 不要再去期待 可能那种 比方说炒小 对吧 炒那种炒差 或者炒概念 完全靠概念推动的这种股票 可能在2021年市场上 就会变得相对要少一些 就是这种 所谓的一夜暴涨好多的机会 相对要少一些 好 那么说到个股上 你认为现在到底是不是只跌了呢 到底个股上能不能抄底了呢 这个就要从投资方式上 看看你的思维上 你能不能够抛弃指数的影响 轻指数重个股 只要个股有好价格 你就准备入手 从个股的考量上 你不管指数下跌是否结束 你只看好个股的发展 假设你现在抄底 你买入的价格 你认为就是个公允价格 那么你要考虑的问题是什么 你的盈利空间在哪里 上涨的理由是什么 你必须要想好才能决定 现在这个地方你到底应不应该去抄底 毕竟你买股票 你又不是搞什么收藏对吧 你是期待它要上涨盈利的 我们打个比方 比方说我们说特斯拉 特斯拉呢 比方说你600 700这个位置抄底了 你相信这是个好价格 毕竟你的理由是什么 你认为它进入了估值区域 而且它是明星企业 你不管指数怎么走 你轻指数重个股 你就要压住特斯拉的业绩增长训摩 就要压住机构大量的持仓抱团 就要压住散户参与热情高 认为特斯拉的股价波动特别大 上方的900这个位置 你要说突破跟玩似的 对吧 你觉得这个都不是个事 而且你认为从长线上来看 你认为900绝对不是历史高点 不是说能不能突破的问题 而只是说时间的问题 你可以忍受任何的中间的一个回调 这些都是你可以去认可和抄底 在600到700这个位置抄底特斯拉的理由 你持有一只股票等待它上涨 你总得给自己一些理由 然后你去市场的运行中 去观察这些理由 它是正在被市场强化了 还是被市场弱化了 你的这些主观的感受 是不是正在变成一个客观的事实 如果你能够给自己足够的理由 说明你心里边认为个股已经止跌 你完全可以不用管指数 对吧 你比如说像特斯拉刚才讲的 你说你600到700 你认为这个价位非常合理了已经 你完全可以不用管指数 大胆随意的去抄底就可以了 对吧 这是我们说从个股的考量上来 就是这样的 你比方说我的持仓里面 像DHI就是这种 对吧 我也没有做任何的保险计划和止损计划 我就是等着它跌下来71到74 我继续加仓的 我跌到55到59 我还要继续加码加仓的 这就属于什么 我不管指数怎么走 我就想这么干 这就是一种考虑方法 好吧 所以这是从个股上来考虑 你认为这个价格合理了 你不要管指数 只没只跌 这是这个方法 这是第一点 OK 那么如果我们说考虑了基本面以后 你也考虑了个股以后 那么如果从短期 实际上你说我还是想关心一下 这个短期的波动 到底如何 短期是涨还是跌 毕竟这个账户 每天看着浮营 还是会比较舒服一点 每天浮亏 心里边总是觉得挺难受的 OK 那我就跟大家来讲讲指数 现在是怎么去看待的问题 好 指数 现在怎么看待 仍旧今天还要是要去看纳指 因为标普 道指和Russell这边实际上 他们的跌幅远远没有纳指这么深 这么大 老实讲 今天纳指100的跌幅 是超过了我的预计的 我没有预计到 纳指能跌到这个位置上 我画圈的这个位置上 之前没有给大家画这个圈 是因为我没有预计到 它能够跌这么深 我认为在今天 大概率会在60日线附近 就已经会有一个止跌的迹象 但是没有想到 今天一杆子扎到哪了呢 扎到了更远的一个结构位置上 大家看一下 我这里跟大家画了一个 上升的一个趋势 我用红笔勾出来 这段上升趋势是从12月10号 左右开始的 整个的纳指的一个上行 这个回调 今天打的最低的这个位置 实际上就是在这个大的 上行结构里的一个 非常关键的结构支撑位置 这个位置 就是我认为至少还需要 横个什么一星期 两星期以后再往下掉的 没有想到今天一口气就扎下去了 这个是超出了一个预期的 那么但是它既然今天扎到这个动作了 那么整个的结构的看法 咱们要发生一些细微的调整 之前这个地方我们说 跌穿了之后 在这个上行区域里边 相当于已经被破坏了 这个低点就守不住了 它今天不打到这下方去了 对吧 这个上行结构破坏了 就是在这 那么现在打到了一个更长远的 一个季度的一个上行结构的 一个下方的支撑位置 OK 那么怎么看待呢 这个地方呢 两种看法 第一种 你认为刚才我讲过 如果你认为股市大趋势 依旧上行 只说大的行业 大的趋势 依旧上行 这个地方就是它什么呢 就是它一个结构支撑的一个 关键位置 它就不会去跌破这个地方了 这个地方你抄底 你就抄着了 如果你认为现在的情况是一个大上行 仍旧未改的情况下 你就抄着了 这是告诉大家的 但是如果你认为这个地方也只是暂时的回调 而你认为什么地方是低点呢 下方我画了一条横线的结构位置 12月份的支撑的区域 你认为这个地方才是低点 那么也就意味着从圈圈到下方的 这个横线支撑位置还有大概指数 还有大概4个点到5个点的跌幅 那个股就不敢想象了 对吧 你要说纳指再跌4到5个点 那你很难想象能跌多少了 所以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看法 如果你认为这个地方能抄底 然后下方也能够止跌 你就可以在这个两个地方分批去买 对吧 没有问题 但是我的看法 我通常不会看的那么跳着看 我喜欢一步一步的看 我怎么看呢 我看暂时性在这个位置是一个止跌 但是它是不是底 我不知道 因为我也不去猜它的底在哪 就跟顶一样 顶我也不猜它的顶在哪 对吧 它能长多少 我说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会算命 那么底在哪呢 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支撑在这个地方 所以我假设这个地方暂时的支撑是有效的 那么现在如何去看待纳指的问题 OK 那就要看到纳指现在就要有一个反弹 这个反弹 但是我用的词都是反弹 没有用它反转 反弹什么意思呢 就是在这个结构位下 它有可能会走这么一个趋势 反弹到这个地方 也就是这个地方的一个缺口附近 是多少呢 13447到13545这个位置 这是它的一个最大的反弹 如果我以反弹来对待的话 也就意味着在任何的上行区间之内 反弹之内都是可以继续减仓 或者反弹上去之后 在高位去做本金和利润保护的 你不就可以拿更多的本金和利润 把它做保护起来了吗 你不会回吐的更少吗 如果行情下跌对吧 那么说那我又保护 那这个最后它要是涨上去了怎么办呢 涨上去保护拿掉就好了 它继续又上涨 破了历史高点 继续上行 不影响你持仓了 对吧 完全不影响你做任何的持仓动作 但是如果它这个反弹过不去 继续掉头了 破了这个低点 那还有一个下行趋势 这到这还有一个4%的跌幅 所以这个是对它的一个看法 我看它在反弹过程中 反弹过程进入到这个区间 但是我是以反弹看弹 不以反转看弹 只有突破了这个位置 我才认为它有再次继续走前高上行的机会 否则中间任何的反弹 都是继续高位做保护 高位减仓 高位保护 高位反向保护的一个对冲的机会 我这么去看待它就可以了 直到它突破上方的这个位置之后 我再重新看上涨 重新看结构发生变化 仍旧去冲击历史高点 创下历史新高 这对于纳指的一个看法 如果你对于纳指这边指数看不清 我给大家用QQQ来解释一下 对吧 对应的纳指 纳指100 什么地方呢 突破了327.8到329.97这个位置 就可以看什么 看前期的338的高点 否则任何的目前的上行 都作为反弹对待 任何的反弹都是作为什么呢 你也可以说的严重一点 你如果看新低的话 就是你逃命的机会 如果你不看新低的话 你就是看反转的话 那么就是你加仓的机会 你相当于在上行的途中不断加仓 因为你博弹会突破 突破之后你认为还会涨很多 那就是一个纯右侧的买法 对吧 但是我说了嘛 我不跳着看 我只看反弹到这 反弹到这以后呢 然后突破 再看反转 再看往上走 没有突破之前 反弹 我看它继续跌下来以后 去回仇去测试这个低点 好吧 所以这个说法 我相信大家应该也能听明白了 那么具体到我的操作上 时仓上 亚马逊这边 我就会这么考量 亚马逊这边 今天是在3110成功的去加仓了 加仓之后的平均成本是在3210 那么亚马逊如果反弹之后 到了差不多3210左右的位置 我就会首先 或者高于3210的位置 因为它在3245到3232的位置 差不多这个区间之内 我大概3210附近 这个成本价附近 会再去把它减仓减一部分 相当于把风险再降低一部分 这就是我把它当成一个反弹思维来对待 而没有什么呢 没有在现在的3188 3194的位置 我又去加仓 我看它是吧 有抄底盘 我没有在这个地方继续加仓 我在下方挂单买的 买了以后 博它一个反弹之后 相当于什么呢 成本降低了之后 把这个反弹上去把仓位再减下来一些 以这样去对待 等到它真的未来再要突破的时候 那再根据大的情况再去做调整 值不值得买 业绩能不能跟不跟得上 对吧 大趋势 大的股市的行情的趋势 是不是还是保持一个向上的态势 再去做决定 但是反弹对待 反弹我到上面去减仓 这是我对反弹的一个看法 三倍做的半导体这边今天的食仓 这个是已经离场了 598的移动止盈 止盈离场的 这个是我止盈离场的 因为我的买点是在578 所以是止盈离场的 后面现在的反不反弹 跟我没有关系了 因为我已经离场了 好吧 苹果 APD这边不动 先说APD APD这边不动 APD257.2的成本 还是浮盈状态 仍旧不动它 而且如果它掉到了257.2 打了我的止盈位置 那么我到下方 225到240会把它再买回来 它也是一个长期我要去看好 和去加码的一个股票 好吧 苹果这边 117的一个底仓 117的一个宝本的一个止盈位置 没有到今天才到118点多 所以暂时我还是拿着 拿着干嘛呢 拿着也是看它反弹 反弹的上面到了130附近的时候 我再看看 我是不是考虑去减掉它 减掉它 同样跟亚马逊的处理方式是一样的 好吧 阿斯麦这边不用说 大幅获利 对吧 302.5的建仓 现在我的移动止盈是在529 还没有到 到了以后就可以离场 不到的话 它要是掉下来 继续反弹上行之后 看大趋势 大趋势如果继续掉头过不去了 可以高位再减一点 或者再把移动止盈继续上移一些 DHI 没有任何的保护计划 跌下去71到74继续加仓 这就是我个股的一个处理 刚才谈到了 这只个股这个行业 我是不管指数怎么运行的 指数跌再多 那么我到下方去买 71 74 55到59 已经做好了分批补仓的准备 暂时就这么一个计划 好不好 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所以这个就是我对于 目前行情的看法 那么今天的抄底盘有没有 有 非常的多 而且非常的强 但是能不能看马上又反转了 不能 只能看反弹 反弹在高位的位置上 那么我就继续的把仓位减掉一些 如果未来能突破了这些压力位置了 那么我在考虑在回踩的时候 回踩压力会变成支撑 对不对 压力突破之后 回来掉下来的时候会变成支撑 支撑位置再去买回来 相当于我的成本没有任何变化 但是我把风险规避掉了 好不好 当然这些和那些长期投资的朋友来讲 可能思路不一样 因为我讲过 我不是不做长期投资 是因为在这个大的周期里边 从去年到今年 市场实在涨得太多了 市场的泡泡实在太大了 市场的估值实在是太高了 在这一个周期里边 如果去拿 如果去不去避免中间的一些 有效回撤的一些区间 你可能一年下来 其实也看不到太大的一个东西 看不到太大的一个收益 尽管在2020年大家的收益都很不错 但是我们说2020年的收益 是由于市场整体的上行 对吧 整体的市场 或者说我们参与了这个市场 在大的周期环境下运气比较好 所以我们的收益都比较大 但它绝对不会是一个常态的收益 它一定是一个什么呢 股市最终 它要回到最基本最原始的股市上来 看业绩 看基本面 看增长 对吧 看概念 看题材 对吧 看周期等等这些东西上来 因为不可能每年都给你50% 60% 70% 80%的收益 这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 不然的话你不很快 你就变成世界首富了吗 对吧 你又看谁炒股 炒成了世界首富的吗 没有啊 所以合理理性的去理解它就可以了 所以暂时今天的这个状况 抄底盘比较的多 咱们看一看它的反弹的幅度能到哪里 今天整个的期货这边 暂时也是一个直接的状态 所以看看指数这边 能不能反弹的速度看看有多快吧 反正到了位置上方 我反弹之后我就去减一些了 减仓的位置大概就是上方的缺口位置 包括亚马逊和苹果那边 好吧 所以大家也可以自己 根据自己的情况去考量就可以了 OK 好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说这么多了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和收听 希望大家多多的点赞转发支持 那咱们就下期再见